天下之大 只有吕北义去的地方 才是元雪想要待的地方 不可以 为什么 你可以为了她闯仪仗进采域 也可以为了她喝毒酒 为什么你就不愿意尝试去接受 一个深爱你的女人 因为我没有资格 多年前 我曾无情地利用过 一个深爱我的女人 等到失去后我才明白 我丢掉的 不仅仅是这个最重要的人 还要自己的心 试问一个没有心的人 又该怎么去接纳另一个人 易哥哥 你相信命运吗 我莫不是听错了 你竟然会信命 是啊 从前我是不信的 可现在我却觉得 有些缘分吧 或许是命运 用一种迂回的方式 帮我们走向正道 比如 赫连信于我 又或者 圆选于你 即便是平民女子 我妹呢 也是最美的那个 平民女子 父亲说天下之大 任我去得 可我 又能去哪里呢 来吧 来吧 我的住处很简陋 不像王府应有尽有 一句话 可她 却有家的样子 跟了我 恐怕以后再也没有锦衣于事了 只能是促杀单凡 那并不是我所求 哪怕风餐露宿 哪关举家时钟 只要能陪在你身边 便已经足够 全风雨会斜阳 倘然在你借一下 但是我现在 什么都给不了你 无论是情感 还是名分 你也愿意 这个答案 难道在我服下剧毒的那一刻 还不够清楚吗 好 我去驾马车 李北夷说她并不爱我 可我还是欣然追随 若在从前 我未必会如此洒脱 这里面的东西 是我真实的 我在从前 我已未必舍得 那现在呢 我只是一个痴心人 我寻遍去量大大小小的胭脂铺 只是为了找到一个身上有香气的女子 前日我在街上 看到一名书生 便访城内所有胭脂铺 只为寻找 跟她一夜春宵的女子 她从未见过那个女子的容貌 只记得她身上 有股独特的 幽兰相亲 这便是她寻找家人 唯一的线索 是个痴人 所以 痴心人 并非我一个 为爱所苦之人 也并非我一个 相比这名书生 相比吕北一 我已经幸运得多了 我曾经以为了 我再也见不到绿北一了 如今 我已经陪在她身边 这个 这个还是交给她最想交给的人吧 多情怜 这份情 是我严选 毕生求也不得的 请你务必 何知何知 好好珍藏 我 允许 一哥哥她不是瞎子 她绝不会错过 如此纯真静好的你 我相信 一定会有近视为开的那一天 如今 此时 你估计 多远 你练了 再对我 高兴 你别当下来 你肯定了 我能不高兴吗 元雪啊元雪 我的好妹妹 带她走吧 越远越好 牛 甜哪啊 真甜 公子三说什么 说我的女人 却为了别的男人闯入王府 为他们隐死 这 哥 打完巴掌之后的枣儿 不甜吗 像 真像 你又说什么了 公子生气吃醋的样子 装得真像 谁还说我才装呢 为吕北一免死 难道不是公子吩咐切身吗 来 去找林姑娘 让她立刻进府 带上父亲给她的免死御敌 事到如今 只有这个能够救吕北一了 明白 公子 等等 等等 别让她知道是我叫你去的 为什么 这个丫头已经狂得没边际了 我不想把她宠上天 你懂得啊 明白 公子 快马下鞭 立刻就去 笑一跳 公子 你这小子啊 竟然敢抗命 小人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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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我想了一路了 这做好事不留名的话 多亏得慌啊 我把你打死你再留名吧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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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说得没错 妾身的狂 都是公子宠出来的 但如果只有宠爱 却不值得张狂 妾身要谢谢公子 因为公子 不仅给了妾身宠爱 还给了妾身 懂得 妾身宠爱 你一个枣 更甜 东西到了骆青莲手里 我们的命 也就交到她手里了 事到如今 只要走南如真这枚棋了 可是她肚子里的孩子 又顶着祥瑞 一只翅膀硬了的鸟 还会听咱们的话吗 翅膀硬了 不知撑住翅膀的 是骨头还是败虚 夫人 天不早了 我们早点休息吧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想 久不早了 多好的夜色啊 只是命在别人手里 又怎么能睡得安稳呢 夫人 寻找到了 找到了 夫人 这人果然是寻思 若不是他一味寻找相分 他住的地方 估计小人这辈子都找不着 既然找到了 还等什么 司夫人请留步 容努毕进去通传医生 混账 如今见一个碧器 也需要通报 毕且 司夫人且慢 司夫人是贵客 我尚未更衣书洗 怎么好见您呢 还请司夫人稍等片刻 是 小姐 药好了 趁热喝 东霖 把它好好收起来吧 是 就不苦 就不苦 不苦啊 等你有了第一个孩子 就知道这安台药最甜不惯了 小姐就骗人吧 欺负东里没喝过 好 夫人睡觉了吗 还没呢 进来吧 夫人 司夫人刚刚来了公子底 竟然直接去了禁书馆 司夫人 亲自 按理说 有什么事让下人通传一声便是 竟然亲自上门 莫不是 莫不是 莫不是恐吓 难如真怀了祥蕊之胎 司夫人要是再想让她做事 但是 自然是有些力不从心 什么祥蕊之胎 那是老天爷瞎了眼 竟然让这样的人有了孩子 妹妹 童策我认真看过了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仔细看童策 有被修改过的痕迹 难如真身上 有问题 她怀孕一时绝不简单 你是说 不是老天爷瞎了眼 而是她根本 就不该有这个孩子 前日我在街上 看到一名书生 便访城内所有胭脂铺 只为寻找 跟她一夜春宵的女子 她从未见过那个女子的容貌 只记得她身上有股独特的幽兰香气 幽兰般的香气 东霖 我让你平日里对南如真的日常用度 了如指掌 你可知她平日都用什么香 奴婢自然知道 南如真的香是以幽兰之香精心调制 名字叫百月香 百月香 立刻去趟内务房 把百月香拿过来 奴婢这就去 姑娘 四夫人走了 这个四夫人果然厉害 可是奴婢不懂 他为什么吩咐您去拿那么奇怪的东西 不管奇怪不奇怪 这种被摇歇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再过 告诉徐阳川 他找的那个人 既然找死 就尽快成全他吧 果真是由来想起 莫非真的是他 谁啊 小姐 你想什么呢 若我猜得没错 这位养在深院中的真姑娘 却让一位书生找遍了曲梁朝思暮想 书生 南如真现在春风得意 怎么会跟一个书生有所牵连 她自然是不想 除非万不得已 孤注一掷 夫人 进 四夫人走了 那小人奇怪的是 这南如真给四夫人做事 人走了 起码也得送一下吧 难道没送 不仅没亲自送 连一个侍从婢女都没出来 四夫人城府极深 知道的事情绝不会比我生 南如真要做什么 才会让她这样有恃无垢 夫人 刚才四夫人刚走 我看见 徐良川急匆匆地跟了出去 像是有什么差事了办 不好 快跟上她 快去救人 平生 不会相思 才会相思 便害相思 身似浮云 尽如飞絮 岂若有死 尽如飞絮 空一缕 余香在死 空一缕 余香在死 空一缕 空一缕 余香在死 人员 尽如飞絮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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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夫人 您要我的人带打了 你认得我 夫人何出此言 听说 你在满城地找这样一种 幽兰的香气 可是这种 果然是这种 此乡独一无二 也只有夫人这样的品貌 才能配得上 你为何要转往 我们见过吗 夫人身份尊贵 自然不记得在下 可在下去 永远忘不了夫人 我们在哪儿见过 黄泉路上 夫人 小心 小人 小人差一点就杀了那个书商 差一点 小的该死了 抓走她的人是谁 虽然又远又黑 看得很不清楚 但是从身形和轮廓看 那人很像连夫人 是她 是她 清醒是很像 你要我如何分辨 夫人要想分辨并不困难哪 那人被书身行刺 受了重伤 受了重伤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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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夫人 莲夫人已经睡下了 刚才还有人在外面 看见你家夫人 说她没睡下 慢着 好 朕姑娘有孕在身 怎么火气还这么大 有孕自当安心静养 可妹妹 刚刚听了些风言风语 实在是不堪入耳 这才坐不住了 风言风语 朕姑娘过谦了 你我相识以来 无论何等大事 朕姑娘何时不是云淡风轻 若朕只是风言风语 何至于让你掌国我的丫鬟 来势汹汹 还不是为了姐姐 一些该死的下人 会声会色 说您 在亭台私会一个白面书生 不知是言语不合 还是始乱终期 这书生竟手持尖刀 狠狠地刺了您肚子 这公子的底真是不消停 我这几个月感觉甚是乏累 连门都没出 怎么还是敌不过有人喜欢编故事 姐姐难道忘了 空穴不生风啊 妹妹 妹妹若是不来瞧瞧 怎么能确认是真 还是假呢 确认什么 确认我私会男人 我可以让你验身 若我没有重伤 这等诬陷之罪 你担得起吗 站住 好 莲夫人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难道不是你泥血止痛的药吗 你这肚子鼓鼓的 难道不是为了遮掩而缠了太多的纱布 我倒要看看 这月轨之罪 你可又担得起 真姑娘 你吃了熟悉豹子咋吗 小姐 索性就跟真姑娘说了吧 让宫子鼎的人都知道 也不至于喝个安胎药 还要藏着掖着的 就是 安胎药 爹 你有孕了 早知如此 还不如不去救她 被徐良川杀了倒好 好狠心的人 差点让小姐一尸两命 是啊 一尸两命 还有这个长命百岁所 小姐还开玩笑 我哪里是在开玩笑 要是没有她 我就算侥幸不死 伤口也会被南如真发现 我们准备了这么久 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可惜 为了这个 暴露了小姐的身孕 值得 牺牲的 是日后必须步步小心 得到的 却是可以置南如真 与死地的真相 小姐 这放哪儿 就放在片房吧 这便倦了 公子当差还未回来 他要是知道你有孕的消息 只怕 这莲威菊 又要脑翻了天 二小姐 奴婢给二小姐请安 我ada 蓝儿 你来了 姐 姐姐大喜 蓝儿来给您贺喜 什么时候开始 你连教育生姐姐 都这样生疏了 可我们终究是一家人 是血浓于水的 往日 是兰儿错了 还请姐姐原谅 原谅 我会工资底都数月了 日日派人去请你 你都没有来过一次 到底是 原谅你心里没有我这个亲姐姐 还是原谅我自己 当初做错了事 弄丢了你这个妹妹 姐姐自然不会对待兰儿 从我及时起就知道 姐姐比爹娘还要疼我 对我比对姐姐自己还要好